围在津峰乡加兰村旁的泰玛里西河床土石预计严重 在日前的鲜南气流带来强烈雨势下吸水暴涨 水位是快高过于河堤 村民就担心若再次台风好雨 恐怕会危害部落居民的居住安全 希望相关单位能够重视 滚滚溪水夹带黄土流下 这是围在津峰乡加兰村旁的泰玛里西 从八八风灾过后 溪水堆积沙石 让河床整个台深许多 而在日前的西南气流带来强烈雨势下 也让溪水整个暴涨 水位快高于河堤 因此加兰村居民忧心 若再次台风或豪雨 恐危害部落居民的居住安全 河川跟这个加兰居住就一样平高了 等于说莫拉克 从莫拉克到现在最起码上升了五公尺 你不好好整治 如果真的是这一次还好 如果下一次的水量大呢 一定会淹过这个堤防 金木乡长也提出有关河川输菌工程 许多民众质疑数据面积效 以及销破块的整治方式 是否符合在地河川的治理方式 旗办相关单位说明清楚 从这边到这边的桥 然后呢 看多少 不到100吧 50公尺 然后呢 一深度也 一点点 看不出来 那第二个呢 现在看我们的河川 有很多的桥部块 那个霸档在哪边 不在问题 放在那里 放在那里 然后又不见了 那这种放置方法就没有问题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 泰玛里西中上游河床上 有许多防汛块 县布表示 主要是吸水冲刷抢险流下 不影响河岸护体的功能 至于输菌工程 每年县政府都有编列预算 但如何达到有效输菌 村民期待相关单位重视 还给村民安全的居住家园 这张节 金峰小博岛